伴随着一声枪响 穿着花衬衫的男人应声倒地 一个金发女人朝他飞奔而去 女人悲痛欲绝 而旁边的一名男孩 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科尔一直重复做着同一个梦 当他醒来 得知自己被选中 被派去地面执行勘察任务 穿上厚实的防护服 爬上梯子 科尔来到地面 发现整个世界都被积雪覆盖 毫无人烟 现在已经是2035年 由于过去的一场病毒 人类已经濒临裂绝 只能中年躲在地下 像动物一样生活在牢笼中 而动植物对病毒免疫 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地表生存 任务完成后 科尔回到地下 总部又给他下达了新的命令 要把他送回病毒爆发的1996年 找到释放病毒的12猴子军团 取回病毒研制解药 让人类重回地表 结果却错把科尔送到了1990年 因为水土不服加上一丝不挂 刚到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还被认为是精神病 警察找来心理医生凯瑟林 可他第一眼见到科尔 就莫名觉得眼熟 在他的帮助下 科尔离开了鉴鱼 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向医生解释 六年后会有病毒消灭人类 并要求打电话联系总部 结果电话却打到一个 毫不相关的女人家里 原来在1990年 总部还没成立 科尔所说的话 全都被当成了妄想 进入精神病院后 科尔认识了皮特 这人疯疯癫癫 整日喋喋不休 还说自己的父亲是个大人物 一天 科尔看到电视上 正播放人类用动物做化学实验 便随意吐槽了一下 说人类才应该被病毒消灭 皮特听到后 当即表示十分赞同 随后又偷来钥匙帮科尔逃跑 可科尔刚被注射药物 药禁还没过 神志不清 结果被抓了回来 固定在病床上 可转眼的功夫 他却凭空消失了 原来是总部将他传送回了未来 这次 总部播放了一段电话录音 从中得知12猴子军团的基地 在费城的一个动物保护协会 于是又派科尔前去取回样本 结果不小心传送到了一站战场 科尔不幸腿部重担 混乱之中 竟遇到了和他一样穿越过来的朋友小和 还没等好好续续酒 便又被传送走了 镜头一转 时间来到1996年冬天 凯瑟琳正在进行一场演讲 刚从会场走出来 突然被一个男人挟持上了车 女人刚从会场出来 突然遭到挟持 而挟持她的人 正是六年前 从精神病院里凭空消失的科尔 他让凯瑟琳驱车前往费城 寻找十二猴子军团的基地 凯瑟琳不敢抵抗 只能乖乖照做 科尔让他打开收音机 里面传出的音乐 将科尔深深吸引住 因为常年生活在地下 科尔从未听过如此优美的声音 听着听着竟满眼泪水 还兴奋地把头探出窗外 行驶了一夜 两人来到一间旅馆休息 睡梦中 科尔又做了同样的梦 虽然服装和发色不同 但他认出梦里反复出现的女人 就是凯瑟琳 可对方觉得这是科尔的幻想 很快到了费城 科尔发现墙上有十二猴子军团的标记 顺着他寻找线索 途中遇到一个乞丐 他胡言乱语一般告诉科尔 总部将追踪器安装在他的牙齿上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科尔没有理会 继续顺着标记寻找 最后在街角找到了动保协会 推开门一看 里面只有三个年轻人 他们不承认有什么猴子军团 敬酒不吃吃法酒 科尔将三人绑起来审问 结果意外发现 那个神经病皮特 竟是十二猴子军团的头头 而研制出病毒的科学家 就是皮特的父亲 为了取回样本 科尔决定潜入皮特家 途中凯瑟琳发现他腿部重担 于是帮他取出子弹 但科尔不想连累凯瑟琳 便将其锁进后备箱 直身前往皮特家 但当他躲在车底时 不小心将手枪落下 结果被保安抓住 科尔集中生智 称自己认识皮特 这才免受皮肉之苦 可好不容易见到皮特 对方却声称不认识自己 转身就要离开 情急之下 科尔说自己是为猴子而来 听到这 皮特停下脚步 然后又假装认出了科尔 两人在保安的注视下离开 科尔向皮特索要病毒样本 攀谈中却得知 是自己在精神病院 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让皮特创立了的十二猴子军团 原来忙活了这么久 导致人类灭亡的元凶 竟然是自己 科尔逃出宅子 这时警察也追了过来 他对凯瑟琳说 如果自己真的疯了有多好 那么人类就不会灭亡 自己也能留在这个 没有病毒的世界 凯瑟琳劝他自首 并表示自己会帮他治疗 可话还没说完 一回头 科尔又一次消失了 这场病毒持续四十年之久 消灭了世界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人类濒临烈绝 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却也只能躲在地下 像动物一样被关进笼子里 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男主奉命穿越时空 回到病毒爆发以前 取回样本研制解药 却意外得知 自己就是这场悲剧的元凶 他还能继续坚持吗 凯瑟琳获救后 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 说他为科尔取出来的子弹 其实是来自1920年的古董 凯瑟琳半信半疑 他翻找自己的研究资料 拿出一张一战时的老照片 果然看到科尔出现在了照片里 科尔回到了未来 由于强烈的负罪感 他觉得自己真的有精神病 一切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但却也发现 自己喜欢上了凯瑟琳 他决定回到1996年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另一边 由于科尔的话全部得到应验 凯瑟琳相信他真的是从未来而来 这就意味着 即将会有一场病毒爆发 消灭掉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 为了阻止悲剧发生 凯瑟琳打电话给皮特的父亲 将皮特的计划告诉了他 老父亲虽然不相信 但还是加强了安保 随后 他又来到12猴子军团的基地 碰巧遇到穿越回来的科尔 不过此时的科尔不再相信自己 他想自首接受治疗 好留在凯瑟琳身边 为了防止总部将他传送回去 他拔掉了安装追踪器的牙齿 但凯瑟琳认为病毒是真的 以防万一 科尔让凯瑟琳打了总部的电话 只见凯瑟琳开心地跑过来说 电话那头是一家地毯清洁公司 而且只能留言 并没有他所说的总部和科学家 自己还恶作剧地留下一通留言 但是科尔竟将留言的内容 一字不差地复述下来 因为这和科尔在未来听到的 留言内容一模一样 看来科尔并没有疯 就在他们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时 却不小心被警察发现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踪 他们打算逃到佛罗里打倒 还将自己乔转打扮 凯瑟琳戴了一顶金色假发 科尔告诉他 他就是自己从小反复梦到的女人 而凯瑟琳也告诉科尔 从第一次见面时 就觉得很熟悉 第二天早上 两人乘出租车前往机场 可司机告诉他们可能会来不及 凯瑟琳一看时间 还剩两个小时 怎么会来不及呢 司机打开收音机 里面传出十二猴子军团的新闻 他们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放了出来 把科学家们关进了笼子里 原来十二猴子军团的目的是这个 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可是刚到机场 科尔就发现不对劲 这里和他梦中的场景一模一样 他告诉凯瑟琳自己小时候曾来过这里 凯瑟琳看警察正朝这边走来 于是两人决定分头行动 保险起见 科尔再次打电话给总部 说不是十二猴子军团释放的病毒 真凶另有其人 可挂掉电话还不到五分钟 竟遇见了穿越来的小河 他对科尔说 总部有了新命令 让科尔杀掉真凶 否则他就要杀掉凯瑟琳 说完就塞给科尔一把枪 而这时凯瑟琳却意外看到 皮特父亲的助手出现在机场 手中还提着一个奇怪的箱子 原来他才是释放病毒的罪魁祸首 赶忙找到科尔 他们想阻止助手上飞机 却被在登机口被拦下 助手也发现了他们 把腿就跑 科尔拿着枪冲了上去 此时 一切都与梦里的发生的事如出一辙 科尔端起枪瞄准 却被警察一枪击中 子弹贯穿心脏 他缓缓倒在地上 凯瑟琳跑了过来 用手按住喷涌而出的鲜血 可无济于事 科尔还是死了 突然 凯瑟琳抬起头 他环顾四周 看到旁边有一个小男孩 正出神地望着他